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华小谈世界 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看 抗卖鸟粪达到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吧 在太平洋中部,位于一个角脑鲁的小岛国 这个国家只有21平方公里 居民不过万人 位于脑鲁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 吸引了种多海鸟到处栖息 并留下了自己的粪便 经过几百年的日积月累 传导覆盖着10米厚的粪便 经过多年的狂化反应 突然中的鸟粪形成了磷酸盐矿 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矿物质 当脑鲁于1968年获得独立时 并立即开采磷酸盐矿 于是检靠着10米厚的鸟粪 脑鲁一度成为南太平洋最富裕的国家 数据通计 脑鲁人均都拥有超过50万美元 被认为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人民的医疗、教育、衣食住行 都由政府买单 他们也不需要缴纳一分钱的税 然而这种好景不长 尿粪是有限的 当年被英国殖民的时候 已经开采了20年 而脑鲁又开采了20多年 尿粪基本被开采完了 在当年脑鲁政府有钱的时候 投资了大量房地产 并在澳大利亚购买了一块地 建了一栋脑鲁大厦 准备将人民移民到这里 但都因为经营不善而负载累累 脑鲁大厦也迎欠澳大利亚的钱 而被抵押了出去 导致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民众失业率高达80%以上 在岛上很少有种植 其居民已经习惯了 进口他们所有所需物品 居民难以接受这样巨大的经济落差 2017年全国GDP为1.15亿美元 从一个全球最富裕的国家 瞬间到全球最贫穷的国家 那小伙伴们看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